妈妈 晚上我可以和你一起睡吗 大师姐她 有女儿了 松心 我有点事情 一会儿再说 我之前说过什么 你已经五岁了 该独立了 可是 没有可是 回你房间去 我想妈妈 你已经五岁了 该独立了 很晚了 立刻进去睡觉 妈妈晚安 晚安 大师姐 我下先洗澡睡觉去了 你也早点睡 晚安 松心 是 听到了吗 可是 就算听到 又为什么要下线呢 生气了吗 还是 只是巧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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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南向北 南向北 你在做什么 敲了好久的门 都不见你有反应 没什么 发了会呆 你妈让你打个电话给她 好 我这就打给她 我不管你喜欢的人是美是丑物 是不是有什么影集 又是什么样的脾气 有一点 你给我记住了 不管你多喜欢她 只要她是有福之父 就不许再去纠缠 听到没有 大师姐 原来已经结婚了 还有孩子了 重新 重新没有机会娶你了 是不是 喂 妈 怎么没接我电话 我刚才 之前手机调了静音 忘了调回来了 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的 撒谎了 没有 我就是 就是正好在想一些事情 是吗 嗯 我听说 你打算转业到民航去 嗯 也好 我呢 向来不支持你继续待在部队 既然要转业 那就转吧 民航里的人际关系 跟部队里不一样 出来之后 该学的多学点 过几年也好来帮我 行了 时刻不早 早点休息吧 嗯 妈 晚安 为了爱情 我选择离开了部队 离开我 我追寻梦想的地方 可如今的我 又该何去何从呢 妈妈早上好 洗脸刷牙了没有 嗯 吃早饭吧 不是妈妈 外婆外婆还 食不严 嗯 爸 妈 早饭做好了 好 小夕今天起得可真早啊 这孩子呀 老想着你 估计是想早点启程啊 好看到你 不知道一会儿上游戏 重新会不会在呢 哎 你们坐着 我去开门 这么早 会是谁 阿姨 您好 哎呦 小宋啊 好好好 来来来 快进来坐 你怎么来了 送给你 香腕 谢谢 这么早来我家 有事吗 哎呀 小宋昨天听我们说 没在Z室玩过 所以今天特地来 带我们出去逛逛的 是的 这里的景点 我熟 既然这样 麻烦你了 不麻烦 阿姨 你们还在吃饭吧 你们慢慢吃 我在客厅等着你们 哎 不用不用 我们早就吃完了 只是还没收拾 小宋 你等我们一下 我和你叔叔去换下衣服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 走走走 好的 不着急 阿姨 苏卫星 和我回房换衣服 嗯 向婉 我知道 她是你的女儿 我不介意 不需要 快换衣服吧 嗯 妈妈不要不开心 小夕帮你赶跑 那个坏叔叔 小夕 你们好了没啊 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少管 好了 走吧 你这是去哪儿 天气看起来不错 我想出去走走 那你中午回 这孩子怎么了 魂不守舍 系列报道 新理念新发展 今天关注 人民币国计划 加速进全球经济 妈 小夕呢 小夕 不就在 刚刚还在这儿呢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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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上有没有哪儿疼 小夕 妈妈 大师姐 妈妈 妈妈 向婉 你没事吧 她难道就是大师姐的 谢谢 谢谢你救了 妈妈 是你 真巧啊 是啊 看来 我该请你吃顿饭才是 不用了 孩子 虽然看起来没有受伤 不过 还是仔细检查检查才好 妈妈 我没事 谢谢姐姐 以后你可要小心点 吓坏了吧 看 那你妈妈也吓坏了 妈妈 我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已经五岁了 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 小夕知道错了 对不起 妈妈 没想到 这么多车子 大师姐还有这么 你出到大马路中间干什么 这么严厉的一面啊 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这么不听话呢 你 那个 孩子还小 只是不小心罢了 也没必要 也没必要这么训斥孩子吧 对不起妈妈 妈妈不要生气了 小夕以后再也不会这样子了 这 是我没看好孩子 这才一转眼怎么发生这种事呢 也怪我们聊得太投入了 小夕 刚刚你跑得那么急 会不会不舒服 我没事 向北 一起吃个饭吧 不用了 我还有事 下次吧 他们这是一家人出来玩吧 我一个外人 又怎么好打扰 你是 叫小夕是吧 你呀 以后要小心点 好了 别伤心了 你妈妈也是担心你才会发脾气的 嗯 小心明白的 谢谢姐姐 那我走了 拜拜 我先走了 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 下次一起吃饭 这不用吧 嗯 手机 给 好了 这个号码是我的 保存好 等下次有时间再约 嗯 好 再约 真的有机会再约吗 嗯 老师姐 那再见啊 再见 我没走吧 没想到 会以这种方式再和你见面 小夕是你的女儿 那正在你身边的那一位 就是你的丈夫吧 回来了啊 嗯 你妈已经联系了云飞航空的人 等你手续弄好了 就可以进去了 这么快 怎么 你妈 高兴傻了 还是说 后悔了 不 没有后悔 做了选择就不能后悔 这是老爹你以前告诉我的 我怎么会忘记呢 不后悔就好 你妈她 应该已经告诉过你她的打算了吧 嗯 爸 我还是想继续飞 既然 该办的手续都已经办好了 那就不要再因为儿女私情而选择离开 对于飞行员来说 飞机就是她的伴侣 不是吗 嗯 那 没别的事情 我先回房了 嗯 妈妈 我没事 小婉 刚刚你跑得那么急 会不会不舒服 我没事 把世界 去 你究竟是合理 你究竟是合理 不是的 我发现不是这样的 高兴傻是我的救命恩怨 爸 妈 吃饭吧 苏卫熙 过来吃饭 嗯 向婉啊 我看人小送人不错 你对人家的态度也太差了点吧 向婉大了 做事看人自有他的想法 我们也别太插手 之前不知道爸要过来看病 所以没请假 明后天还有任务要飞 等后天工作结束 我会多请几天假 到时候再陪你们去医院 唉 不用这么麻烦 工作比较重要 看病的话 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 也好 小送听我说的这个事情 也很积极 到时候啊 宋泽只是无关紧要的外人 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太插手 我吃饱了 一会儿你们吃完了 我再出来收拾 南宫从心 不在吗 唉 从什么时候开始 陌生的你 竟成为了我唯一的危机 您的好友南宫从心上线了 您已向他发送语音邀请 您的好友南宫从心 接受了您的语音邀请 从心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上线啊 你今天怎么这么晚才上线啊 今天有点事情 所以晚了 从心 认识你这么久 还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呢 哈哈哈 实际上 z诗 我也在z诗 像啊 是什麼 很巧啊 可是 我在s诗工作 大师姐啊 朋友叫我吃宵夜了 我得先下了 早点休息 晚安 大师姐 您的好友南宫从心下线了 从心 好像对于我和他在一个城市的事情 丝毫没有惊喜 甚至 甚至好像不想让我了解 他的现实情况 他是在躲我吗 妈妈 什么事 这个送给你 妈妈不要不开心了 什么 这个是我在幼儿园里面画的 叫我的妈妈 画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以后老师教画画的时候要认真点 我知道了 妈妈 至于这张画就不要了 你出去吧 妈妈 好 啊 妈妈 什么 要心 她 妈妈 老师 虽然 Gymra 老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南宫从先 他会在游戏吗 真没想到 我会喜欢上一个陌生人 而且还 对他如此牵挂 大师姐快进组 小松 赶紧走大师姐 您收到玩家南宫从先的组队邀请 您接受了玩家南宫从先的组队邀请 大师姐 你家小松又被欺负了 快过来啊 什么 您的好友南宫从先将玩家罗克迪残忍伤害 恭喜玩家南宫从先已连杀20人 真是草无人道 恭喜玩家南宫从先已连杀30人 真是英勇神武 南宫从先 你就是个孬种 每次都只能靠女人给你出头 到底谁才是脑种 之前仗着装备好就杀从先 现在从先装备和你一样你就打不过了 到底有脸和别人一起来杀从先啊 苏木哲 既然你这么不实抬举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少啰嗦 想动手就放马过来 这个礼拜的门派战戒 我会让少林弟子跟着大雪公一起攻打枭 我们走 尼玛 罗克迪这个渣渣 居然迁怒到西洋门头上了 我要去论他发个帖子 丫头 真丢我们男人的脸 赶紧了呀 我去盯铁子 还好 刚才结了不少图当证据 这是 大师姐 我们坐牢了 我还是第一次坐牢 我也是 对不起 大师姐 如果我一开始不还手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了 胡说 怎么能被人杀了还不还手呢 你是傻瓜吗 可是 就因为我一个人 搞得我们帮和罗克迪他们帮结仇 现在连带着少林也要去帮大雪公攻打我们 我 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再说了 他们要占我们便占 萧阳门的人 可不会怕他们 大师姐 是啊 我还在纠结什么 只要能够经常看到大师姐 能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身边 这就足够了 这个云飞航空 我是确定了 也是 往后 喂 快来我们公司这边接我 快到了 下午 晚上一起吃饭吧 我有愿啊 是你的朋友吗 不如我请他们一起 没必要 下午 这是你的朋友 是 开车 还站那儿看你呢 这人还挺痴情的嘛 痴情 既然你觉得痴情 又何必觉得追求你的那些男人讨人厌呢 看来我们的苏大师姐 只喜欢能被保护的小宠物 不喜欢这种宁人的苍蝇 你喜欢苍蝇 尽管拿去 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宠物 不如 你把你的小宠物让给我 它不是什么小宠物 你认真的 认真不认真 不都只是虚拟事件 只是虚拟事件 希望你真的能这么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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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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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 这么小就顶着大太阳在这儿卖花 姐姐 你就买朵吧 好吧 是刚才有个小姑娘才十岁的样子 吃个时间卖花 我看她挺可怜的 我真不是有意的 好了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走吧 我知道附近有家店的味道不错 好的 相杯 谢谢你 救了我 又救了我女儿 不如 我们以茶代酒干一杯吧 我以为你今天会没时间 部队应该很忙吧 还好 还好 我最近休假 过段时间 就要回去办转业手续了 转业 我打算 到民航公司上班 原来你是在空军部队啊 我听说空军飞行员要转移到民航飞行员有些麻烦 何况两者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 现在的民航也不一定肯要 你可要考虑清楚啊 那些手续等我假期结束回去办就可以了 至于民航 我妈妈恰巧认识云飞航空的人 所以也没什么问题的 云飞航空 看来你还是我未来的同事了 那 我是不是得叫你师姐啊 这怎么一样呢 你是飞行员 我是乘务员 不一样的 可是 你算是前辈啊 所以这么叫 也可以的吧 这可不行 让公司里的其他飞行员听到会误会的 妈之前就说过 民航公司里的人际关系和部队里是不一样的 如果因为我的义己思域害了大世界 岂不是很不好 哦 我知道了 南向北 毕竟不是南宫从心 对待事情的态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这是怎么了 竟然无缘无故地想起了从心 向晚 那 我去了云飞航空后 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空军部队和航空公司确实有很多不同 比如说 在对飞行员的要求这方面 在你成为真正的机师之前 需要进行一些测评和考试 服务员 买单 不是说了今天我请你吃饭吗 因为今天你教了我很多事情啊 原来民航公司这么复杂啊 要不是你教了我这么多 我进去的时候肯定很茫然的 这可不能混为一谈 你救过我 又救过我女儿 本来请你吃一顿饭我都还嫌不够呢 告诉你公司那点事情算什么呀 再说了 你也算是我的同事了 跟你说这些也是应该的呀 那 你教了我这么多 可以算是半个师傅了 那你还救过我跟我女儿的命呢 那我是不是要以身相许啊 滴水针 永泉相报 永泉针 馒头相许 也许 我该买一千个馒头送给南向北 报答他两次的救命之恩 大世界啊 他好美啊 向北 你刚才的笑容 让我想到一个熟人 我们走吧 好 进去看看吧 好 欢迎光临 是苏小姐呀 我打算晚点给你打电话过去 你要的那个钥匙扣啊 一会儿就到货了 一会儿 多久 大概二十分钟吧 钥匙没什么急事的话 苏小姐可以在这里坐着等等 或者在四处转转 嗯 好的 老板 我要一个这个 好的 这个 送给你 古琴 逍遥 这不是 这个 还蛮可爱的 而且 感觉就很适合你 是吗 谢谢 我很喜欢 你也玩 张剑剑湖吗 啊 玩的 偶尔 真巧 我也玩这个游戏 是啊 真巧啊 没想到你也会玩游戏啊 那你在什么 苏小姐 这是你要的钥匙扣 好 谢谢 原来 大师姐是要买馒头钥匙扣 这么说 我们拥有了一样的钥匙扣了 向北 我们走吧 我到了 哦 那 再见 就这么分开了吗 向晚 下次我请你吃饭 你今天教了我好多东西呢 好 再见 再见 欢迎您登陆 仗剑江湖 苏大师姐 你家小丛来了 您已开启了录音功能 没有意外的话 这个礼拜应该是大雪宫攻打逍遥门 峨眉攻打丐帮 武当攻打少林 很感谢青青和萧大王 带着峨眉跟丐帮的弟子 放弃了自己的门派战 选择帮助逍遥门 我这说的什么话 只是一场门派战罢了 再说了 罗克迪敢做出这种事情 我们峨眉的妹子可都很看不起她 一个个喊着要来帮你们呢 就是 苏妹子说这话可就太客气了 虽然不知道武当和少林那边的门派战该怎么打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 明天就由丐帮弟子来守逍遥门的后山 防止他们抄小路进攻进来 俄眉弟子防守逍遥门的另一道门 而我们逍遥门弟子则正面迎击大雪宫的人 你们觉得如何 没问题 好的 因为这次两派的弟子是来帮助我们逍遥门的 所以此次门派战的物资 一律由我逍遥门提供 明天门派战前半小时 我会让重新和军军 把食物跟药品 丢到两位的邮箱 到时候就麻烦两位 发给各自队伍里的弟子们 这就不必了吧 是啊 两位就不要推辞了 这是应该的 无缺 军军 药材这方面又要麻烦你们了 没事 不就是毒药吗 我仓库里存了一堆呢 是啊 大师姐 不就是药吗 我仓库里也存了一堆 再说 上回小层帮我种了一堆药材 还在我邮箱呢 一会儿呢 我就取出来 又能做千八百个药丸了 总归是要麻烦你们的 每次我都帮不上忙 谁说的 大师姐上次不是还帮我弄了很多毒药的原料吗 我能做这么多毒药 也有你一半的功劳啊 就是 再说就是矫情了 对 大师姐觉得让我和无缺作药不好意思 怎么就不觉得让小松做馒头不好意思呢 真是区别呀 副师姐 你这不是废话吗 小松可是大师姐的未来相狗 做馒头算什么 大师姐开了口 满汉全息 她都得去做 是吧 小松 嗯 仓库里还有三千多个馒头呢 肯定够了 大师姐你放心吧 嘿嘿 哎哟 小松 你怎么还这么叫大师姐啊 那天是谁发帖子求婚 喊苏木这三个字喊得那么顺口呢 赶紧的 喊声娘子来听听 就是 小松 快 喊娘子 好了 你们就不要再欺负从心了 哇 大师姐 我们这可是在帮你考验小松 小松 赶你呢 拿出你的男子汉气 别真怂了啊 就是 小松 快 娘子 从心 大师姐娘子 娘子大师姐 我说 用打字的汉有什么意思 用语聊的喊才叫真不怂呢 要是连声音都听不到 我怎么可能把我们家木车交给你 西江云 从心不喜欢说话 何必逼他 你还真是护着他 不就是说句话吗 真是的 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 我先撤了 我也走了 大家再见 小松 你重色亲友啊你 从心 抱歉 西江云没有针对你的意思 他就是爱闹了点 听到我要嫁给你 就非要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关系啊 我不介意的 从心 我去睡了 你也早点睡吧 明天的门派站不要迟到 晚安 放心吧 大师姐 大师姐晚安 大师姐这么早就下了 打游戏啊 妈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他有没有看到 偶尔玩一下 是吗 早点睡吧 好 妈妈你也是 对了 明天我有个重要的宴会 你和你爸陪我一起去 你提前准备一下 妈 我 我 我明天有事 不能陪你去了 明天晚上是门派站 所有的事都因我而起 我怎么可能不参加 很重要 嗯 好吧 我知道了 时间就快到了 大家都做好赚钱准备 师兄师弟师姐师妹们 到万象七番这里 找我拿馒头跟家暴几率的食物哈 吃饱喝足才好打仗 从心 记得给水清清和肖大王游记食物 已经游好了 大师姐 我和欧阳的药品也都游过去了 好 所有人按照计划做好站位 门派站时间已到 比方九宫不下逍遥门选择车退 逍遥门取得本次门派站的胜利 今晚要谢谢各位 不只要感谢俄眉丐帮两派相助 还有逍遥门的各位 因为是我个人的原因 导致少林指挥人和大雪宫联合攻打我们 如果不是你们的支持 今晚 我或许就是逍遥门的罪人 感谢大家今晚的帮助 也谢谢大家能够见证我对大师姐的爱意 但求一人心 白手不相离 哇 表白 表白 小松快上了 亲上去 亲上去 亲一个 你们就别闹我和从心了 下个礼拜结婚系统就要开了 大家也快点找到自己的心上人结婚吧 我明天还得去医院 先休息了 大家好好玩 大师姐 你要去医院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啊 还是 你要不要紧 怎么不早说呢 不舒服今晚就应该好好休息才对啊 不是我 是我爸爸 得了白内障 我约了医生明天去做数钱检查 放心吧 现在医疗这么发达 打那张手术很简单的 你爸爸很快就能痊愈了 那么 晚安了 大师姐晚安 您的好友苏木遮下线了 我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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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晚上好 晚上好 你打电话给我 不会只是为了 跟我说这句话吧 当然不是 我还欠你一顿饭啊 只是想问你 什么时候有时间 你还当真了呀 当然要当真了 要不是怕给你惹麻烦 我还想叫你尸检呢 最近 还真是没有尸检 我爸过两天要做手术 我得照顾他 什么手术啊 我爸爸认识第一医院的院长 可以帮你介绍一个好点的医生 我朋友介绍了 眼科主任的医师给我 放心吧 那就好 那 等到你爸康复了 我请你吃饭吧 好啊 不过这段时间 我要照顾我爸 回来公司后又要飞趟地一拜 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 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尽管找我 好 那 晚安 晚安 太阳姐姐 我在 我在 宋欣 对不起 我们不能结婚了 原来定好的结婚那天 是我爸手术的日子 所以 能不能等我爸出院了 我们再结婚 喂 向北 我爸爸做手术 我和我妈要流流照顾他 我在这一室 又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朋友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在休假 这段时间 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我女儿 没想到大师姐会在这种时候想到我 超人姐姐 超人姐姐 旋转木马好玩吗 给 草莓冰淇淋 谢谢超人姐姐 超人姐姐想吃吗 小熊的肚子里面 有外公给小熙的零花钱 可以买给超人姐姐吃 我们小熙啊 真懂事儿 小熙啊 妈妈她平时 是不是很严厉啊 妈妈是为了小熙好 那 爸爸呢 爸爸 爸爸 对啊 我的意思是 爸爸 也像妈妈这么严厉吗 超人姐姐 怎么了 小熙啊 小熙没有爸爸 超人姐姐可以当小熙的爸爸吗 啊 啊 耳边重复着你晴朗的绘画 锐利的刀锋却戳破真相 一席白衣曾呼活欲血尖下 滴水只让愿意满头回报 一只困倦一叶毁面的执钮 所有故事只为你而等候 旋递为你吹一曲心思难受 你的微笑却置入我心头 无法抵抗你温柔的泥囊 思念想念着身体的过往 十里清爽为你而扑舍化妆 假若隐情时的街道相望 对你一直走 永远不放手 可疲你心里的不安爱愁 未来的路我开拓 带你远走 把自己交给我 你是我的梦 像整个宇宙 包容我所有的人心无从 命中注定遇见你 致命吸引 要陪你到永久 尔盘会旋转着你温柔的呼唤 灰雾红装曾为我而冲冠 父亲听你走一曲舞动年华 江湖掌尖掀手攻闯天下 不借着保存你所有的环游 从心飞跃试图穿过乱流 却无法忍受你故意的跳动 想呵护你不经意的难受 无法地与你渐渐的问候 连沉默的心都不觉悸动 听不自禁为你而冲动奢求 大约虚幻追寻你的守候 陪你一直走 握紧我的手 不凭你心里的不安爱愁 不许我不曾拥有 牵着你走 未来却不放手 你是我的梦 是整个宇宙 包容我所有的千全是梦 命中注定爱向你 举名吸引 要陪你到白头 陪你一直走 陪你一直走 我绝不放手 为你寻下一心人的承诺 想牵着你到永久 只字只手 一辈子属于我 拉拉拉拉拉 像我的宇宙 共 сдел 这地球却不曾远走 但未应值得距离 不容期许 也无法再犹豫 陪你到天涯尽头 惩罚随意逆愁 我也甘心承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